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来越好 而是有多大的能量 慢慢地把一个人从深渊中拉出来 是要多大的热能的一个小太阳呢 我们先来访问本尊郭淑金师姐 师姐好 家里师姐好 大爱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今天陪伴师姐一起来的 欢迎陈仲敏师兄 师兄好 家里师姐好 大爱观众大家好 因为我们戏剧呈现里面没有众敏师兄 可是应该也可以说是有很多个众敏师兄 因为每一位师兄 师姐 其实到最后都是一家人 而你是怎么样开始跟他们有互动 慢慢变成发情 我们今天先请众敏师兄来聊聊好不好 当初你是怎么让苏心师姐 这样叫进来 唱进来的 当初他就是邀我们到陈大当医疗之工 对 开始的时候我们 我个人觉得医疗之工是什么 我一定概念都没有 所以感觉上好像就变成骗进去的感觉 变骗进去 对 但是进去之后就在发现说 我们当初的见解太狭隘了 对 我们都没有走出来 都在自己的生活领域里面 当医疗之工的过程 我觉得说自己不断的成长很多 因为你每一次去都会学习到一个新的东西 每一次每个礼拜去都是觉得说挑战自己 你会碰到新的个案 很新的困难 有一次我们的工作是带病患到诊监 或是到检查单位去做检查 我进去那个病房的时候 看到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伯伯 但是他的儿子在陪伴他 但是他儿子的脸很臭 他不晓得为什么 然后我们就是很悉心的跟他说 伯伯 我们要去做检查 对 把我们觉得说 觉得那时候的情况说 我觉得更用心要把服务做好 在那个过程 在电地当中不断去称赞那个伯伯 伯伯 你的头发好白 好亮晶晶的 那整个过程以后慢慢陪伴 跟家属聊天 慢慢把他的新房打开 后来他才会跟我们说 他觉得志工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那前几天来 他爸爸还住院的时候 为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对 那今天我这样对待他的爸爸 他觉得才展开笑容 对 觉得我们做到那个服务 所以一开始他会觉得说 又一个人来打扰我们了 所以他的脸臭是因为你进去 而不是因为对爸爸脸臭是吗 对 就是觉得我们做得不够 他有期待 他有期待 还有期待志工来应该多做一点什么 应该做什么做什么 叔叔 这个 这个这样搅拾搅拾搅担 做得真的是正确 对 如果当初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你会怎么处理 我们还是要让家属或是病人知道说 志工的角色是什么 要先给他正确的观念 不能说我不是服务业 那不是有时候有可为有可不为 我们志工的角色 也是要有氛围 要有志工伦理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 所以有些话也不能乱讲 但是我们的态度都是很真诚的 这个是很重要 要很柔软的 所以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个就要在我们不断不断的研习当中 不断的在医疗课程当中 去精进跟学习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每一人都 我有爱就可以来做医院职工 对啊 一定爱北来有东西 你如果说江湖学习手 学习手 先洗就洗不掉 但是社会的生态也是在改变 所以你要不断不断的去学习跟成长 心有爱没错 不过你就是一定要有一句话说 你自己做志工的本分是什么 你要自我怎么去保护 这个事情很重要 我们不是要一直要付出而已 你自我保护也是非常重要 那志工伦理也非常重要 在拿捏哪一些话真的不能在病人面前说 哪一些话真的不能在家属面前说 也不能传话什么的 这些点点滴滴都要学习 对 你一定要行之在之 你当下的本分是什么 那你觉得这位学弟做得怎么样 其实赵敏是很有学习 他在做事情都很细心 因为他在成大是勤务 跟我跟文慧是不一样 我们是在病房里面的 那赵敏是在勤务 所以他都很细心 他在做事情都会记录起来 怎样怎样 勤务就是帮忙做记录 不是 就是说帮忙就是病人有病患 就像输送一样 输送 对 就像病患有需要去做 哪个部门的检查 所以他陪伴这个过程 然后送过去再受接回来这样子 这是勤务 对 好 所以每一个医院 可能术语会不太一样 对 不一样 但是就是陪伴 一样都是要陪伴 对 只是您是定点在病房 对 刚好听到 我说台语还没得到 刚好听到剃膀 也是有碰到一些事情 但是有印象比较深刻是跟护理师 也有可能我们做得不够好 对 我们都会自己反省 可是当下那个时候 回来难过的要死 都怎么会这样 下个礼拜就不去了吗 是不至于 但是一直在反省 本来还会冲动说 再去找那个护理师说 问我当时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生气 对 我觉得去碰到这样一个境界 然后在反省的过程 发现说 我们少了一个散解 后来我一直反省说 护理师一直很忙 他们很多事情 杂七杂八 如果我们多帮他一点点 他就可以更轻松一点 对 而且你同理他之后 也许当病患在抱怨的时候 你还可以帮护理师说说话 对 然后当下我就放下了 原来这是一个散解的力量 棒棒 真厉害 可是来到我们慈禧的环境 您现在承担的是 人文真善美 对 还有环保 对 都不用说话 不怪今天你这么厉害 你这么厉害 很厉害 现在已经结束了 还这么厉害 那我们这些情务当中 你感受了哪一些 或是说你在记录别人的过程当中 又有什么感动 记录当然我碰到一个点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记录到的比较 对象是比较悲苦的画面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你们怎么都拍这样的画面 那我们自己也会矛盾 为什么喜欢去拍别人苦相 高兴的时候那个样子 对 那后来在大爱台里面 有那个节目 然后从里面我了解到说 原来我们一方面是 记录菩萨的足迹 另外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有用心 所以去记录那样的东西 然后呈现苦相 然后来让大众了解说 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让大家见苦知福 知道有这样的现象怎么去做 其实同时间在记录 也跟我们在医院里头一样 不断都在见苦知福对不对 对 只是你是亲身投入或是记录 给更多人知道 对 所以其实都很重要 对 我现在来借助一段画面 一起看看师姐怎么去做志工 我没有每天 我们是一倍一倍一倍 这样就对 一倍一倍 对 对 对 来细续生命教育 其实有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对 对 对 医院里头都有一些一般的志工 那 属性师姐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她有受过一些训练 她 那她本身刚好也是一些 是癌症的这个病友 所以她可以提供她本身的经验 所以我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病人 或者说比较 我比较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这些病人 我就会请她特别帮我去帮忙了解 然后陪伴 一开始我会觉得想要跟她是因为她讲话 她讲话非常有风趣 而且风趣当中是带着人生智慧跟哲理 对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她就会这样子表达 你真的 这都正常 这都正常 家里没有 没有 气色很好 真的 真的不一般 你做很多 她没有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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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嘴没有破 她没有 因为你的热情把她介绍了 对不对 对啊 家人的爱 对不对 因为她可以在不经意当中 她就可以跟病人很深入的交谈 然后 而且是在不经意当中 就把上人的法跟实际的精神带进去 因为上人可能讲嘛 反入心 反入心 对啊 就我一直觉得这几句话 一直是在思绝身上 我根本一直在实践 上人跟我说 人生只有使用钱 没有所有钱 万般带不去 唯有爱随身 所以那时候我就自己 自己很坚信 从那一句话 我就自己很坚信 我的电话你也可以给她 好 我顺便再传点去 对对对 好 那你这样子 好 谢谢她 你现在是在要约我们 要的啊 来参加慈祭 来做讲师啊 读书会 读书会啊 但是要让来的人 可以有一些医疗常识 怎么去自我照顾 对啊 所以 所以会赢得乐意 来做付出的工作 不会啦 读书是幼稚园的幼稚园 幼稚园有用的 对 持幼高光是 就是地主地 我买到这 你只说是持幼高光那边 我等你再带你 啊 对 你要带一圈哦 嗯 那你 啊 来啦 来